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出至今不仅没有收获很高的关注 甚至还因为剧情和女主角的演技被吐槽了 作为一部职场剧 这部剧的剧情不说狗屑吧 但也是不合逻辑的 比如女主角通过各种浮夸的手段 技巧被女总裁看中 但是再怎么有技巧也不能够是当众喝化妆水的技巧吧 所以说这部剧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不太能够被大家接受的 其次就是演员阵容 樱桃 刘敏涛 左小青 这三个女演员 不管是谁 单龄出来都是实力派 都是可以让观众幸福的 但很可惜的是 这部剧的女主角是吴景岩 从这部剧刚开播的时候 大家对吴景岩的演技就已经产生了质疑 有人说 她的表情很用力 还有很多人说 她不管做什么 动作都是浮夸的 硬生生将每一个人物都塑造成差不多的样子 甚至还有一些傻白甜 所以说 不少观众在看了这部剧之后 都因为女主角的演技太差而选择了器具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说三个实力派都带不动 一个吴景岩的原因 就连粉丝也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对吴景岩演技的不满 但是 这部剧之所以到现在 还有一部分观众愿意去追剧 是因为 除了女主角吴景岩 还有其他几位女演员的戏份 是可以看下去的 特别是樱桃 在剧中出演的《一对年夏烈》 霸道女总裁和富二代小狼狗的故事 让很多观众在看了之后 都觉得非常好喝 是对让人意想不到的CP 樱桃在剧中出演的是一个妥妥的霸道女总裁 在职场上 说一不二 好胜且要强 团队业绩排第二 都是要全体开会 听员工理由的那种 面对对手时 杀法果断 最后却将女主角 培养成了自己的对手 樱桃的颜值与气场 塑造这种职场剧中的霸道总裁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风透 也一度盖过了女主角 其次 年夏恋是真的很受欢迎 观众是喜欢看这条感情线 也是真的喜欢这对CP的 女方拒绝前 男友的求婚 随后在酒发被开友 随后小狼狗就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故事 转而开始 慢慢地追求之路 比如九千天不重复的早餐 接送上下班 还有时不时的浪漫小惊喜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了 虽然没有正式在一起 但这种你来我往的爱情 应该是很多观众都爱看的 故而 郑青春这部剧播出至今 很多观众留下来追剧的理由 都是为了看樱桃在剧中的这对年夏恋 如果不是她的演职和演技都是在线的 那这部剧可能真的就没有多少人会去看了 至于女主角吴景妍 不管是不是对粉丝的意见不满 直接下场对粉丝 作为一名演员 她都是需要提高自己的演技 注重作品质量的 毕竟她在演习攻略之后就再无爆款了 事实证明演员的范围真的不太重要 实力才是俘获观众的关键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